异常毒性试验新起于20世纪初 作为白猴抗血清质量控制试验 来测定本分衍生物防腐剂的含量 异常毒性试验及ATT试验 也被称作一般安全试验或无毒试验 该试验最初在豚鼠中开展 后来加入了小鼠 到20世纪50年代 ATT试验在全球成为检测生物制品中污染物和毒素的标准试验 该测试被世界范围内一系列法规采纳为一般安全试验 已背离了该试验的最初特定目的 20世纪80年代 科学界对这一测试的共识产生了重大转变 与此同时 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生产工艺过程 在防止污染和确保安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1996年是一个转折点 几项关键研究强调了ATT试验的固有局限性 即无特异性、缺乏相关性和无重现性 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异常毒性试验已经过时 这开启了全球范围内各项规章删去ATT试验的漫长之旅 20余年的数据分析、专家评审和讨论 2015年这项试验从美国法规中删除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产品删去该项试验 2019年欧洲删除这项测试 巴西与童年删除仅保留一项例外 2020年印度在几乎所有疫苗中删除ATT试验 日本也豁免部分产品的ATT试验 阿根廷、加拿大及南非不再进行该试验 过去几十年,世界上很多相关专家和组织 致力于在全球删除ATT试验 成功在望,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需要各相关专家和组织再次聚集议堂 通过合作、协调、传播和信任、规划战略加速变革 让我们齐心协力,为全世界一举去处异常毒性试验 请加入AFSA和EFPIA于2021年10月14日举行的多方国际讨论